一瞬间定格的一瞬间 飞奔到你的世界 弹线 爱哭爱笑清晨的脸 牵手笑愿路上 渐行渐远 每一个嘴角上扬的弧弦 爱只是碌碌甜蜜的容颜 好像只是传说中的永远 留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 年少的时光都用来寻找 被风吹起的俊娇 被雨打湿的烦恼 那不能形容的美好 让一颗心总在奔跑 年少的时光多用来幻想 光阴静静的流淌 远远的望着你心上 我多想走过去陪你 多想告诉你 我心所想 看来 游言今天不会来了 怎么是你啊 那还能有谁啊 走 给我喝酒去 不去 我还要画画呢 行吧 我失了 小白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女人这个安全感怎么这么脆弱 我工作只要一眼缓 她就给我闹 她就不能给我点时间 给我点空间 让我找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前途也让我很有压力了 这女人让我压力更大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不见得就能保证什么 小白 是安慰我呢 还是给我泼冷水呢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 我是想到了我自己 画画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很明白 就算我学了盲话 我的眼睛仍是我最大的阻碍 我自己都看不到自己能走多远 又怎么能保证给自己爱的人 足够的安稳 幸福的未来呢 你想太多了 游盐和苏珊不一样 游盐对你没有什么要求 她是没有要求 但是你想和人家的女儿在一起 你是不是应该 像个男人一样 做出足够的表率和承诺呢 我毕业以后恋爱这么麻烦呢 早知道她上大学那会儿 多谈点没心没肺的恋爱 不是怎么又喝水啊你啊 好 是有些美的看她 你时间不在意 我就用这个阻碍 你的眼睛 有一点 好了 我用这个阻碍 一辆的 呢 嗯 那 那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做过这幅画的第一个观众 不 是之后所有画的 第一个观众 好啊 明天我一早来 做你的第一个观众 那我等你啊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到家了吗 咋到我踩了 我不是让你到了 就给我打电话吗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 就怎么样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今天加班的时间晚了一点 但是我答应过来帮你画画 就一定过来 我刚刚已经把颜色调好了 你看一下可以吗 很好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想学吗 我教你 闭上眼睛 你喂 你喂 我喂 你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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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喂 你喂 你喂 子剑 这是你新画的呀 小冲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宵夜 好 谢谢啊 子剑 你画得真好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的画 这个多亏了怀恩的帮忙 怀恩 谢谢你的宵夜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我怕别人会误会你 好吧 那走吧 怎么了 小冲 子剑 你还记得那封情书吗 那封你一直以为是 优言写的情书 其实是我写的 对 我喜欢你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整整四年了 我的目光从你的身上就没有离开过 可是我当然知道 你是那么的优秀 那么的高高在上 你不会注意到我 你不会注意到我 可是 哪怕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你 我都超满足 小冲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快要毕业了 我知道 如果毕了业 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了 所以 我鼓足勇气写了那封情书 可是阴差阳错 让优言捡走了 反倒你们俩 因为那封情书 走得更轻了吧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因为我怕我输了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所以 在等 在等 我 你 你 等你能够 正眼看我一下 小冲 你再动 抱抱 我 你 想 小冲 你很优秀 只不过 我确实没办法和你在一起 没事 我不再不能喜欢别的女人 你不要再许这话好不好 小冲 你听我跟你说 对待感情 千万不要以卑微的姿态来面对 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 以后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 真正爱你 真正懂你 真正珍惜你的人 而那个人不是我 我们只能是朋友 不行 你还不错 有什么意思 你你们都不懂我 别人 揭真的吗 你啊 因为我们更感兴趣 你结束这么为 对不起 画好了 怎么样 我以前以为 画画的宗旨是 传播美 可我渐渐发现 它不仅可以传播美 还可以传播爱 就像这次 我画画 你策展 其实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能量 去帮助更多的人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觉得跟你画画 是些很幸福的事情 是吗 那我真希望 我的手永远都不好 这样 你就可以永远 帮我画画了 不是傻 不过 加白 我觉得在你眼睛里 仿佛能看到自己 因为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是那么想象 是吗 那你再仔细看看 当然了 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做 传播爱的公益 肯定是 挺好的 好的 同学 在我影片下期 就这里 挺好的 它可能水 并没有 打算 对 我 等一会儿 就得到 如果我幻想 许致 我 一会儿 嘗 得到 你 做什么 有点 想要 辛苦了 辛苦 欢恩 多亏了有你 才能有这么多的媒体资源 举手之狼而已 首先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 媒体朋友来参加我儿子 小灵灯的画展 那么也请大家谅解一下 因为这样热闹的场面 可能会让他感到不安 所以他可能今天没有办法 和大家碰面 小灵灯 你知道吗 今天可是你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以后你还有很多这样的画展 你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画家了 黑色蜂蜴 黑色蜂蜴 还有可能是分辨不尽 只记得是黑色蜂蜴 ап提 小灵灯 小灵灯 你还好吗 小灵灯 去抱抱她吧 去吧 好了好了 没事 没事 我知道你起个难过 绿ivid 找我死了 零碳开口说话 是 炸利 有人仙 人温 有人说国立的 没什么 儿子 好了 没事了 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叔叔好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买画的 支持公益事业 我替自闭症儿童谢谢你 但是这里不接受你的募捐 你走吧 小白 叔叔 谢谢您支持我们的公益画展 您这边请给您介绍一下 放心吧 交给我 顾总 你来了 那我们走 没什么事 我也走了 等会儿 你搞什么鬼 没事 没事 我上厕所 站住 你见到我就想上厕所 什么意思 小白 你答应我 不能绝交 咱们做兄弟的有今生没来世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也没办法 我公司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终于有人要投资我项目了 我不知道是顾总 顾腾辉投资了你什么时候的事 没投资没投资啊 我怎么敢接受他投资 上一周我接到个电话 说有个天使投资的投资人 看着我项目了要投资 结果 结果那个投资人就是顾腾辉 是啊 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 我要走 他说既然来了给我次机会 说让我介绍一下项目 我当时想也没什么损失 我大不了当自路演呗 你也知道我这人说话 不过哪儿呢 行了行了 夏教授来了 先过去吧 夏教授 老师 你们好 你们这已经毕业了 没想到啊 你们还都回到这个圈里来朝野 我太高兴了 夏教授 您能不能 来点评一下这两幅画呢 那我就试试看 我感觉作者啊 有点迷茫 虽然说啊 这幅作品你看着啊 有一点儿降气 但看得出来啊 他已经在挣脱内心的束缚了 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啊 应该是他的生活 比较挣扎的时候 如果他能坚定自己的内心 未来会更好啊 不错 不太好说 有点被难住了 夏教授 您可不能藏丝啊 我们这还等着 您给我们再上一课呢 我个老头子哪儿有丝啊 即便有丝 也被这帮小伙子给透空了 这幅画呢 我感觉着充满了童趣 而且对生活啊 感悟得也非常深刻 就像这个武侠小说有一句 无招胜有招 对 叫 众箭无风 大巧不攻 用在这幅画上 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另外 这位画家啊 他已经摆脱了 技巧的束缚 他在用本心在作画 不得了啊 是一幅很难得的优秀作品啊 夏教授 这两幅作品呢 都出自于你的学生之手 一幅是魏子坚画的 另外一幅是古叶白画的 我的天哪 看来你们两个啊 这段时间进步得很快 好 到那边看看 好 没想到这次画展这么成功 来了这么多人 是啊 多亏了幽言和这帮孩子们 最应该感谢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你了 要不是你 很久都没有看到小铃铛 这么开心呢 你一个人 带着孩子也很辛苦 小铃铛能这么优秀 都是你的功能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我以为 我给她全部的爱就够了 可是没想到 没有爸爸 在她心中 是一个这么大的缺陷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经常陪陪她 谢谢你 谢谢你当了她一次爸爸 请大家过来一下 谢谢 欢迎大家到现场支持我们这次公益画展 我们画展的主题是星星的孩子 我们想通过这次公益画展 为更多自闭症儿童提供一个艺术展示的平台 也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 关注自闭症儿童的成长 谢谢 这次画展我想先感谢一下夏教授 是他为我们提供了这次画展的场地 其次呢我想感谢一下一星画廊的周怀恩女士 她为我们画展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 最后我想感谢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画家 顾叶白先生和魏子健先生 相信大家看到了 这是两幅非常优秀的作品 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角 可能大家也无缘得见这么优秀的作品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天才小画家小铃铛 但是小铃铛是一位新鲜的孩子 现在暂时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为 像小铃铛一样新鲜的孩子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上更好的生活 也更健康地成长 下面我宣布我们的一脉活动正式开始 请大家各自欣赏 谢谢 怎么样 你第一次主持就这么棒 我还以为你是主持人呢 你别闹 我快紧张死了 很棒 还这么这么生疏啊 说说说 我的画绝对不可能卖给你的 小白 你的画早就被别人买走了 刚才幽言的介绍非常的好 我也深有感触 我想为自闭症儿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可以吗 可以 您看一下其他的画 还有喜欢的吗 喜欢 这幅 还有那边几幅 我都要了可以吗 当然可以 谢谢您 你们这个画展啊 非常的有意义 你找了一个 非常善良的女孩 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而且 我会好好珍惜她 欢姐 你是不是要回画廊啊 我送送你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先不回去了 那你去哪儿 我先送你过去 我车就在前面 我自己走就行 好 子洁 你说 你为什么不交女朋友呢 没有什么 你有画廊钥匙 自己回去吧 我先走了 怀恩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在给我什么暗示吗 连琳 别这样呗 上次事情我对不起啊 我先给你道歉 我毕业以后一直一事无成 难得你不嫌弃我 我还这么对你 我还对你发脾气 不容易啊 这么快就低头了 咱吵架哪次不都是我先道的歉 如果你先道歉了 那太阳一定是从西边出来了 苏战 你看我都这么真诚给你道歉了 你给我和好行不行 上车呗 我把新鲜设计 Everest 原来就是水平 那就是潮衣的 卡成品 你看把小��火舞了 区里要走 乶起目的 你能看 reader 那我就盯着我 都有这个 我 Midwest的 你不会又要和我分手吧 其实是上次的事情之后 我自己想了挺多的 我觉得我确实有我的问题 加上公司一忙起来 我就不能好好听你说话了 苏冉 你能这么想 我真太感动了 真的 特别感动 你认真一点 所以你那个项目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别提了 还真有个天然投资人 看中我项目 那不是好事情吗 你干吗这样的表情啊 他要没看中也倒好 我可以关门结业了 看中了以后 反而我很哭闹 你猜那人是谁 等等等等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 这个人我们都认识 他要有钱投资你 不会是我们老板吧 子辰 你想也太丰富了吧 如果是你老板 我肯定就接受了 我告诉你谁吧 小白他爸爸 股葬会 这也太扯了吧 那你不会像一个二百五一样 接受了吧 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小白跟他爸那关系 我如果答应了 不成背心弃异了 我能干那种事 那就好 不愧是我喜欢的人啊 那不过 你的公司怎么办呢 咋子别提着事 大乐出你找工作啊呗 是的 没错 反正我们还年轻 机会大把大把的 年轻万岁 不许偷看哦 你到底要给我什么惊喜啊 三二一 三二一 每次想你的时候 我就把这幅画 我就把这幅画拿出来画 每多想你一点 就能多画一点 就这样 日积月累 终于快把它完成了 还记得那个 我们都很喜欢的那本 与你重逢吗 那本书上封面的话还记得吗 是 由爱而生的勇气 足以抵抗 世间所有的孤独 我从不觉得自己孤独 哪怕是 我们分开的那段时间 尤言 你愿意和我 继续完成它吗 后天是周末 你说过 你们全家最后一次度假 在那个地方 我们再去一次好不好 谢谢你啊小白 拜拜 黄安姐打扰了 我 有些话想找你聊一下 方便吗 进来吧 进来吧 昨天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我想了一晚上 昨天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你问我 为什么不找女朋友 哦 那个事啊 我却是突然好奇 所以想问问你 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的 你别多想 我 我其实 并不是不想找女朋友 子剑 其实 是我不谨慎了 你是我的学弟 也是画廊的专属画家 但是 你也该有个人生活 我 我确实是不应该 贵问你个人情感问题 但是你放心 这个错误 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可是黄安姐 我还有工作 你先出去吧 好 好 魏子剑先生 一大早 怎么这副表情啊 怎么啦 柳妍 你说为什么 淮安姐 会突然跟我说 她不应该管我 有没有女朋友这件事 哦 那你说 周学姐 她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还想不明白啊 你知道吗 昨天的时候她问我 子剑 你有没有女朋友 当时我就懵了 我用了一晚上 好好地去想这个问题 终于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她了 结果今天 她突然又跟我说 她不应该问我这个问题 我想不清楚啊 嗯 你再好好想想 周学姐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的情绪 是怎么样 她的情绪 为唤起社会对自闭儿童的关爱 昨天 新兴的孩子儿童画展举行 此次画展的宗旨 在于呼吁大家 关注自闭症儿童 积极搭建 自闭症群体 与社会大众的融合平台 我就是想明白 你们这些女孩的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周淮安周学姐 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 我也想 喂 爸 陆又言 你现在马上回家一趟 我在上班呢 把电话给你领导 我替你请假 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你废话少说 现在立刻马上回家 怎么了 是不是家里有事啊 不行就先回去 我先帮你请假 好吧 谢谢啊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快去 喂 你好 是周经理吧 是 我是 我是陆 陆又言的爸爸 哦 又言的父亲啊 说说你好 我要替陆又言辞职 什么 辞职 对 辞职 可是为什么呀 你等我多久了 还真不敢进去啊 不敢 看你怕的那样 他可是你爸 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 至于吗 至于 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心里尤其的不安 哥 你可以对你答应我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得帮我 放心吧 有哥在 走 哥 哥 哥 好啊 姑父 你小子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呢 什么事啊 这么大火气 你别跟我演戏了 陆又言呢 快进来 给你爸爸道歉 道什么歉啊 我又没有做 做什么 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把你叫回来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坐 我是让他做 你现在知道怕了 你骗我的时候为什么不知道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们那个活动都上电视了 要不是在电视里看见 我还不知道你骗了我这么久 哎呀爸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慈善画展 这个哥可以给我做正常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 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见他 爸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是你看我都这么大了 大了就可以骗人了 谁教你的 行了 你那个画廊的工作 我已经听你辞了 医书这个事太熬人 继续干下去 对你没什么好处 从明天开始 你就给我乖乖地待在家里 好好想想 你今后到底要干什么 爸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替我辞职 就凭我是你爸 你是我爸你也不能这样啊 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交什么朋友做什么工作 这是我的自由 你 独裁你 你还要 姑父您消消气 我去跟他说 别了解 你先坐 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你先坐 我受不了了 我和他根本就不法沟通 淡定 陆鸿意他就是专制 淡定 你现在不能自乱阵脚 姑姑他确实有些固执 但是他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好 他现在是个老小孩 你得顺着他好 师伯 你到底是帮哪一边的 我当然是帮你这边啊 姑爷白我很认可 但是你们的事得慢慢来 你现在越是为了他跟你爸争吵 你爸就会越反感他 这样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对啊 哥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暂时缓缓 等他气消了再说 那他要是一直不松口呢 那我就再也不见姑爷拔了 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们做不到 但是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 这件事只能从长计议 咱们先求和 以退为进 如果这是一味的抗争的话 那结构恐怕会更早 我再去劝劝他吧 施老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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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去不上班 那你会说呢 你会说我 我三个银行 我疼你 那么不把自己当回事 我怎么能放心得下 可是幽言都不是小孩子了 我们总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吧 所以啊 我才想让他能够走一条安稳的路 要是哪一天我们都不在了 他自己也能够 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 我知道 姑姑离开人世之后 您就把幽言的健康 放在了所有事的最前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幽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就算他活到八十岁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也是一种对生命的亵渎吗 直播啊 等哪天 你自己做了父亲 你就会懂得我今天的决定了 如果可以 我甚至可以把我自己的心换给他 只要他能够健康 这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 最简单的愿望 你说 我怎么能够让他 和顾月白在一起 走上他妈妈的老路呢 女儿 你去哪儿 dec 犯人 为什么 说是身体不适 不适合这份工作 可是早上我看她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异样啊 可能 只是一种托词吧 我问小八 尤雁 刚才桓姐说你辞职了 为什么 我爸在电视上 看到咱们参加慈善会者 发现我们两个还在一起 特别生气